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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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狗布李 李宗盛 然后我们今天呢 来聊聊聊谷北水镇的故事 我们去年不是去了谷北水镇 然后去了农家乐 还有开了NCC的半奖典礼 我们先从半奖典礼开始 因为半奖典礼是最先的 我们有典礼才有后面玩的 原来就是当时咱们出场的方式 都各有不同 大家不要觉得有狗布瑞联土 但其实呢 他是设计好的 因为他跟我们有一种不同的区别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出来 都要有一种自己让 自己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方式 让你的方式就是这个 我们不是有舞台的部分吗 然后舞台的部分 你觉得谁的舞台让你觉得最厉害 就是 不要我再就说我 可以说别的 当然有信 他的他表演了什么 我忘记了 他表演什么来着 那凭什么印象深刻 我印象深刻的是 你表演那个bambi 哦 还记得 对那个西服 哦 可穿着服不吸什么 怎么说就是很帅是吗 那你问我 我觉得 那么你当时做了什么动作出来的时候 翻着出来 对我当时就是有一种特工的感觉 对 我觉得反正我出来是挺帅的 包括你的那个唱 Qui'n的 save me 嗯 让人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相信大家 对我们的save me 至今如此也难以忘怀 但我觉得 书上唱的那个 于家运老师的歌 还是 想你 他对他不是想你 是三个字的叫什么 反正是 哦好像是最好的都给你吧 然后反正 把最好的都给你 我给你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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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个 把最好的都给你 我给你 耶 大安的表演都有各有各的好处 于子宇大安那不是一开始以为他要在浴室弹唱 对啊 然后是在 录音宏宇弹唱 对 唱浴室 对 然后奖宇是啥来的 哦 这个巴达里的你 嗯 不是 跳巴达里的编舞 对 反正那衣服不是就像鞋子穿的 啊 对吧 蓝色那个 嗯 我连我自己 我连我自己都忘了 那新龙的舞蹈你还记得吗 他唱歌还是跳舞 跳舞 肯定跳舞 跳什么 是编舞 好像是 反正过去好久了 确实了 也不太记得了 我们聊聊古贝水晨 先去的农家乐还是 先去的农家乐 农家乐那我还没那么冷啊 就先说农家乐吧 嗯 那当时去那个农家乐什么感受 开心吗 快乐 然后当时呢就是咱们不是 把他们都甩了 咱俩回去KTV了吗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很很溜的场面就是 kpop就是 你知道我跟赫英龙那个吗 就是 我在唱歌然后赫英龙在躺着睡觉 然后换了各种自食 就是那种无疑的感觉 我还在他碰着跟对着他跳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想 我特别想去KTV唱歌啊 你想去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去舞台上唱歌 歌 来聊一聊 我们去年去古北水镇的故事 华冰 华冰 华冰它有一个要词 就是冰必须要厚了30厘米 哦真的吗 没有它上面不是写的吗 如果不够呢 如果不够你就掉水里 真的吗 真的 那如果我现在就是地怎么样 就是那你得华汉冰 汉冰 对 什么叫汉冰 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有的观众朋友 叫轮滑 轮滑 哦 一个新的东西 出现 我当时也知道这个 就怕有人不知道 就是 怎么可能有人知道 是啊可能不知道 是啊 当时不是拍了一个少年节的吗 对吧 对 对当时去避震 我们当时要超长待机五小时 拍摄两分钟 早上当时是 限定的你知道吗 咱们就去玩的时候还没有 是的 他看到我们然后就说 啊 来了我们那边是条线 是的 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很快的去联系了 嗯 我觉得很努力 对 然后 每个人都非常 对但是我那个装 怎么说呢 我现在对我 把头盒全弄上去 我 百分之一万的抵触 我想大家在这个弹幕上面告诉我 大家觉得我那个造型怎么样 是零分之一 大暖地给出零分 你看一个人的帅气 你不要看他的发型 不要看他的脸 要看他的心 对 要说谁有心 那必须是核心龙 为啥 因为他没有核心 核心 龙 什么 我突然想到咱们聊聊聊之前聊过那个 去环球影场 然后 就冷了我都不想 动我看 其实而且 我知道我 你知道我去过日本的航空影场吗 不知道 再说 真不知道 就是之前我跟简韩宇 你说发高烧那回 对 四个个 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在日本发过一次高烧 然后那次我进救护车了 真的 我我没坐过中国救护车 但我坐日本救护车 你觉得这是 你觉得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在哪坐救护车 我觉得一样 我觉得你首先要保障你自己身体 哦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样 就是我听一个YouTuber 嗯他讲了 就是你有一个死后的世界 他是怎么去计算你死后世界的财富 你现在变成 是你在人类世界做过多少新奇体验 比如说 你没有吃过芒果丹 你这辈子第一次吃芒果丹 就算一个新奇体验 对吧你刚出生当然是一个零的状态 我出生的时候也就变成一 做了一个就变成二 做了一个变成三 就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的新奇体验特别丰富 但那你到死后的世界 就特别丰富 就是你很有钱 就是 你会很幸福 懂我意思吗 就但是前提是 你没有做什么太坏的事情 我人生第一次搬十转 对 第一次搬十转 不是真的 真的算 真的算 那就干得多一次 而且那这样我就比很多人 我我坐过日本救护车 就比如说 有的人他就是 芒果过敏 他吃不了芒果 然后你能吃芒果 你就是比芒果过敏的人 多了一点新奇体验 对 那就是我没过敏 那你就是比很多过敏的人 不新奇体验 没错 动我意思了吧 归根结底是你要把这些信息 还给宇宙的什么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它就是类似于神一样的东西 你要把它那个收集信息 然后你还回去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就是信息的收集 这是科学的吗 不科学 那我觉得这个视频好像不在那发 咋了 这个世界现在是科学的 中华大学马上就要开一个 玄学 那挺好的 对啊 人类也意识到了 玄学的东西的存在 玄学肯定是存在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元素 今天五水火土 这不是五行吗 哎你第一次接触五行是在什么时候 上次看中医 啊是吗 对啊 就是我是这个时候 这么晚吗 猴子的这么晚 就是五行我之前是知道的 对就是你什么时候 但是之前有人告诉我 我五行数什么的时候 你数什么 我数土 我数 他难不怕我为什么那么 你数对了 你数对了 何一龙是数啥的 黑火的 好像是真假语是啥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给他看的 普克火 对对对 五行相克 但是我觉得 就是 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因为之前我就是自己在床上 我自己站着 然后自己在耍 耍火 耍风水 耍火 你把过麦吗 我帮你把过麦 我帮你把过麦 你会吗 我不会啊 我帮你拔一下 我真会啊 你是算出来什么东西 你真会 你逗什么玩呢 我看你搞血了 你 你 都跟贺星龙在一块玩 为啥 你能看出来我未来吗 能火 灰暗一片 特别前头光明 没有 你跟雷子豪玩一玩 你们两个前头都会光明 你别跟你自己玩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你们俩在一块玩的话 太搞笑了 你得跟人上玩 为什么 你们俩有点混乱 我看不太清了下一位 哈哈哈哈 贾寒宇 为什么 没有这个人啊 有发现了 就是在这 哈哈哈 有毛 在这 在这 水克金哈 嗯 火克金 火克金 不火克水 再说 水克火 火火 对啊 土克火 土克水 火克土 土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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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金 啊不叫火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火 土克火 火克水 水 你可什么 水 水克火 水克火 我好像是水 我好像是水 嗯 我可什么 我克服困难 poorly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 本期狗 不 雷 组合 的比赛 中adt